关于原理呢 前一二三 四 你看看就得了 尤其是一二三 这纯属就是 copy来的 网上一搜一大把 比较官方的 没有什么太大价值 就纯属 闲没事看一下就得了 有个基本的了解 就当扫盲了 你就当小时候看 这个无所谓 然后这个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这个这个图太复杂了 好吧 这个太复杂了 我们领这个 这个更有条理一些 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体系结构 这个更有条理一些 就是我们要 看一看 Mapness 它的整个的执行过程中 它都是在 做哪些个层次的 这个连行 是从哪儿到哪儿再到哪儿 我们去扒一些 核心的组件出来 是吧 这个图画的 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 它就是 你看最上面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我们的配置信息 就是你程序进行第一步 肯定要加载所有的配置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好吧 然后 接上之后 是不是就有了我们这个 Sirco Center Factory 你注意 Sirco Center Factory 是Mapness的核心的组件 它向上承接着 所有的Mapness的配置信息 包括你的配置文件 包括你的Mapness文件 所有信息 它都一人车咬 好吧 然后向下可以干嘛呢 可以帮我们创建 Sirco Session 而只有有了Sirco Session 我们才能够拿到Mapness 实现 进入做后续的操作 所以Sirco Center Factory 是Mapness的核心对象 它掌握着一切的 这个资源 它往上往下 都制装中央 好吧 是这 你看下边是不是就Sirco Session 对吧 然后 这儿有一个执行器 之前说过没有 这个就偏底层了 我们一般用不着 好吧 一会我们扒一扒 然后再往下就是Mapness的Statement 这就是我们 写过的 什么S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好吧 每一个都是不是一个Statement Mapness的Statement 就是官方的名 我们会统称叫Statement 好吧 这个 然后下车就收银库了 他们两个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 没录吗 不录着吗 但那个图标是哪呢 他应该是最上面 你看 算了 不管了 咱们路上走了 好吧 嗯 行 他怎么就跑下面去 不管了 我们再来 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 简单类型 像我们的什么数字啊 什么字符串啊 什么日期啊 不玩啊 都是别的简单类型 不是基本类型 说的是简单类型 基本类型没有死顺 对吧 只是那些个具有自认值的 那些个比较简单的数据类型 是吧 是这个 然后再有什么呢 现在怎么哈系Map 就Map 就Map 对Map来讲 还是比较友好的 比如说 我们查询一个user 我select id name 查两列 查三列吧 id name age 就是id 用户名 还有年龄 查三列 是吧 按理说呢 我如果查出来三行数去 是不是应该封装三个用户对象 对吧 但其实我也可以不封装用户对象 我可以封装什么呢 封装Map 封装三个Map 查三个Map 怎么放呀 第一个Map里边 三个KV id为K 直 name为K 直 H为K 直 第二行又是一个Map 三个KV 分装的封装三列 第三行又是一个Map Map里边三个KV 能总认是吧 只有我们可以把一个对象 换成一个Map 对象里边的属性 换成Map里边的 KV 对吧 其实你想啊 这个对象和Map 在封装数据时 其实是很对称的 对象里边是一个一个的 属性名 属性值 属性名 属性值 属性名 属性值 Map里边呢 KV KV 对象里边可以有很多属性 Map里边可以有很多KV 能懂得是吧 所以 在这个MapBit里边 在封装数据时 你是用对象 还是用Map 它其实都是比较友好的 当然我们一般还是用对象 更好控制一些 对吧 什么时候我就用Map呢 比如说 我有三张表联合查询 查了两列 第一张表一列 第二张表一列 你说你给哪个对象 你是不是比较尴尬 对吧 当然这时候你可以写一个 你可以写一个VO 你可以在当中封了一个项 也可以 但是这时候也可以选择用Map Map是不是就不用当中写类呢 它就直接返回了 好吧 是这个 当然了 这是封装的时候 取算数也是一样 比如我们要想像一个 像一个方法传算 我们是可以直接写 什么intiq id 可以吧 我们可以写 user一个对象 比如我们的保存方法 是不是一个参数 是一个对象 对吧 这个参数也可以是一个Map 参数也可以是一个Map Map比如K和Value 那你那个警号 大块胡里边写的是什么 就是K的值 就是K是什么 你写警号是什么就可以了 好吧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所以 无论是作为输入 还是作为输出 都有这样的形式 可以简单类型 可以是这个Hashimap 也可以是户9 行吧 是这个 所以这个图画的 还是相对比较实惯的 条例比较清晰 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 拔一拔这个图上的过程 首先呢 每当我们要八月码之前呢 我们要核实几个快捷键 第一个快捷键 就是我们要会找类 如何打开一个类 你们是哪个快捷键 我们先来看快捷键 我们有一个setting 在里边有个东西 叫做KMap 对吧 在KMap里边有一个快捷键 我这儿是这个 它的名称叫做 这个 在menu下边有一个 navigate下边有个classes 我现在是改过键的 你能摸认的一个不是这个 但是你可以找 你可以搜这个 它不是有个class吗 你可以在这搜 是不是 怎么改键呢 双击它一下 是不是出去下单啊 你可以把它删掉 它默认的快捷键 然后再add你自己的 比如我这儿来add一个 Ctrl V Ctrl R Ctrl T Ctrl Y Ctrl H 所以你挑 对吧 那完之后点OK就行了 你就可以改键了 但是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一套科学键 就是 如何打开这个类 你必须得有 行吧 今天我说了 对不对 下期我再给你调错的时候 如果说我找不出这科学键了 我就发20个复活商 听到没 你必须得有一科学键 是什么值不所谓 但你必须得有 你得知道 如何打开一个类 很重要 好吧 因为这个我们又用的比较频繁 行吧 那第二个科学键 就是查看一个类的 查看一个类的 实现类有哪些个 比如我们先找一个类 这个catch 这是我们的缓存的 顶级的一个接口 我想看它都有哪些实现类 怎么看 是有科学键的 它的所有实现类 哪个是默认的 这个 perpetual catch 这个是哪一个呢 我们来看 setting里边有一个kmap 我这儿是control t 所以我这回键 你可以搜这个 搜这个implementation 你看你在这儿搜就可以了 implementation 是不是吧 然后也是你可以自我去改建 如果你不愿意改 你就记下来它是啥 它会有个默认的 能懂得认识吗 能懂得认识吗 好吧 然后还有快乐件是这个 叫做 manu下边的 navigate下边的back 还有一个 就叫做 呃 forward back forward 前进和后退 这是前进后退什么东西呢 是前进你 呃 前进的就是跳到你 呃 下一个边际的地方 后退就是 突然到你上一个边际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呢 举个例子 呃 我在这儿是停留了 我按一下out加左 我就是往回退 退到我上一个停留的位置 或者修改的位置 在这儿 看到公表没有 在这儿 然后再往回退 在这儿 再往退 在这儿 再往退 在这儿 然后我再按右 就又回来了 看到没有 这儿要干嘛呀 我们在八月马的时候 你肯定都断不了 来回来跳 你自己找 你记不住 太多了吧 对吧 你看完这儿 我看看那儿 看完这儿 你先回来 咋回来呀 快点进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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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快点进呀 就能定回来 会比较方便 可以来回来跳 左右进就可以 但你得敢进呀 默认指使我 我已经忘了 就是这个什么 看着 如果版本不一样 可能也有不同 你自己改吧 行吧 刚才是说三个夜间 一个是打开类 第二个是看时间类 第三个是 来回来跳 对吧 这三个夜间 是我们以后 用的很频繁的会夜间 如果我跟你调错的时候 我想用 你不知道 好吧 一个没有 二十个复活生 听清楚了没有 然后 不是说了 这个我们都是 手指手用的 行吧 然后 在我当我们 八元码的时候呢 每一门框架 它的元码都很多很多 你懂得是吧 你千万不要 企图 以一人之力 或者以一己之力 对吧 把所有的元码都 搞清楚 每一行 我都门清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 忠 忠宁一生 可能也够这样 其实也没意义 才能懂的是吧 因为好 这个 每个框架呢 都是 经过很多年的 这样的维护 迭代 然后 每个框架都有 很多的贡献者 比如我们来看 我们从Github 出边搜一个 然后我们的Github 比如我们搜一个 这个 Mapetis 这个有134位 空闲者 就是134个人 火着血的 你觉得 你就资本里 看懂吗 开玩笑 是吧 一共三千零 一至四次更新 提交 就是改动 有五个分支 29个版本 有多少个呢 这是主分支了 我这网速不太好 这个后面我们不能看 就是每一个框架都 都很庞大 圆满众多 能懂吗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你要定好你的方向 比如你想看 你想看什么 比如我现在 我现在想看一看 Mapetis在执行时的 一些核心组件 那我就可以 定好这个方向 去抽取这个主干 看到我们想看的 就可以了 能懂吗 是吧 是这个 如果有人一会 张静说 说我对 Mapetis的前码 这个 哪有的这么通 你就轮远的抽 对吧 他抽醒了 然后来 我们全部都关掉 回到我们的测试中 我们 这是 我们这样 我们当中写个测试吧 我们来DEO servecall session.guidemapper 你们需要休息吗 咱们今天上的课呀 3.8 我也是这个大概一小时 把它征程序 不要得太长 咱们今天上的课呀 有一小时了吗 休息一会儿吧 这样你休息一会儿 我把这个词再马上写出来 咱们就约测了 休息一会儿吧 好